我的最后一命是和谐 然后因为我的人生 有蛮长一段时间 是在教委服事 那个时候一直遇到一个挫折 被要求说没有把和谐 就那个时候不是没有做测验嘛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和谐叫优势 只是说就是好像真的很不合群 不怕冲突 那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大家 怎么讲主流期待 但是后来做了这个测试之后 发现就是这个测验接纳了我 人生经历时间有限 与其纠结在那些弱项的部分补不上 不如想说我可以怎么把我的优势 把我的强项再发挥得更好 再有更多的组合更多的交叉 可以来谈一谈最后后面的优势要怎么办 我的倒数三个是纪律取悦跟和谐 我就觉得如果没有用过这一生是没有差 因为我就想说 我前面的优势就可以运用可以补足 可以啊 没错 那所以我后面 所以你不是去一直想说 我要怎么发挥机会不是 而是那可能对我 我刚刚说嘛我在捲那个乱绝的例子 我可能需要有个审慎来判断 我到底合不合适 或者说这件事情真的是适合我在这个时候做嘛 可能你不是用所谓的审慎 但是你的战略可能可以帮助你 或者是你的 刚刚也有提到可能是一个回顾 或者是前瞻可以拿来帮助你 那这个可能就过了 就是你不是用纪律 你不是用审慎 但是你有别的东西来帮助你 但是你就是要知道说 可能在需要有审慎的时候 我要用我的什么东西 什么加什么会等于什么 也不是取代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取代 他们完全不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取代 他只能够找出一个最佳的组合方案 前进 我之前就踏入了这个合生界嘛 然后因为我其实完全不会 我真的连看谱都是李里拉拉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达到这个目标 因为我又上班 然后又雇小孩 然后所以我就 每一天花一个时间 就好像纪律 就是你每一天都在做练习 你每一天就在努力 但我也不确定我是用什么优势去补足这个 就是我愿意每一天去练习它 这个成就吗 成就跟追求都是 就是对 我就会想说我不努力 我不可能有那个 达到那个目标 就是要练习 就是要努力 我就会觉得好像 有时候觉得说自己好像也不是没有纪律 但是纪律确实就是在很后面 那就有点像是换了另外一个东西 你说我要每一天早上都有吃到早餐 就不是很在乎 就也不重要 我不知道我老公的机率是不是在前面 因为他就是每一天都要吃早餐 然后他那个早餐一定要是某一种类型的 仪式感的部分吗 对 有点像是 就是他就要一样 就算没有很饿 他也是要去吃一下 反复的一直做一个一样的事情 但我就会觉得那个东西 重要吗 对啊 有意义 对不起不是批评你没有意思 因为我感觉不得 那公平第二 对 那有可能 对 就是他会去 就是反复的在 就是一定要昨天有吃 我今天要吃啊 对 总而言之就是那些东西我都比较没有 所以我以前都会 跟他交往的时候 然后跟他结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有一些东西就是 没办法变通 可是他就又可以为了我改变 所以我是嫁给他的蛮大的一个原因 你喜欢这个人 其实就是因为他跟你有非常大的不同 对 然后可是你很被这东西吸引 可是你们相处起来的时候 特别在千万块前面 又特别痛苦 对 就比如说你讲到 他刚刚愿意改变 愿意为了你改变什么 都是他的适应啊 就是他愿意为了你改变这些东西 然后可是 可是你刚刚 这是我嫁他的一个原因 可是前几几年有提到说 你们出去玩的时候 他的事情会让你很抓狂 对 因为他都没有 又啊又黑 一切都觉得去了再说这样 所以我觉得比较 就是这种东西就过犹不及 举例来说 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好了 我的个别很前面 然后我的老公是包容很前面 但个别跟包容 有一些属性上的不同 所以就变成说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 你干嘛每次都一定要 把这个人拉过来 把那个人拉过来 所有人都要这样 都要开开心心 我觉得不用他不开心 他想不开心就让他不开心 他没有关系啊这样 那我才发现说 当我们有这样子属性的不同的时候 我会跟他说 我现在需要多一点个别 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 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 多一点个别的方向去做 那还是你觉得要多一点包容 我也可以配合 就是我可以从这个项目上面 这个优势的上面去描述 你也可以跟你老公说 这时候我希望你的适应 稍微收起来一点 我们一起来plan一下 我们到底要住哪个饭店 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安排 我们的行程 我们的时间 我讲的是以前 他现在已经很优秀 那又是再次适应了 他已经适应了 我们可以说他现在 会自己独立规划 一个形成完整 适应的部分 你们觉得很棒很优秀 要去旅行的时候 不想要规划 他就是发表他的适应不规划 然后但是他也可以 因为很爱你的缘故 所以他开始适应 这件事情 然后他开始规划 所以优势就是 你可以看你怎么用他啦 用什么动机去用他 那我们就要稍微 来平衡一下视听啦 因为其实在我们去上课的时候 就也有提到就是 当然我们是强调 我们更多去发展 就是排序在我们的前面 可能是 特别是前五 或是甚至到前十 那其实有一些人就是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提嘛 就是好像优势就是我们带中的工具 我们越会去使用它的时候 就能够用得越顺手 然后用出来可能带出来的效果也更好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如果你真的都发展得很好 然后甚至你有可能到第十五 你都是很知道 诶我可以怎么去用他 常常拿出来用 这当然是就是很棒 但可是 其实就是我们在提醒的 就是你要去专注你的精力 或是时间 这个时候如果完美 或者是这个战略的 你就知道 就是我要把时间 或是我的精力 用在一个最有效的地方上的话 其实是你多去发挥 你的前十以内的 其实他最一开始 这个研究的这个根基 就是发现到说 诶一个人 当他发挥一个自己 与生俱来 就很容易可以发挥成为 优势的这个潜能的时候 其实他那个进步空间是最大 讲到投资成本也是嘛 你可以投资同样的时间 但你花在前五根 你花在你最后这个末五项的时候 我们乱说 十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可以突飞猛进到很长 然后跟你相对来说 你花十个小时 去努力增进你的这个末五项 你就会发现 诶可能进步了不起 就是进步往前提一个 那你就会发现 你这样子投资成本 完全不合乎这个效益啊 所以其实最好的是 你要去积极的去学习 我们刚刚讲到 前面包含讲到说 你要去命名他 主张他 追求他 更有意思的去知道说 诶我什么时候用 用的好不好 然后我自己做一个评估以后 然后我下一次可以怎么样去修改 然后用的再更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嘛 那可是同样我们说的这个平衡视听也不是说 哦那好啊 我这个末五项就当作没有 三十到三四 对 就想说 诶神圣是我三十五 诶 就完全当作没这回事 我跟你讲我不夸张 我那时候打开这个三十四 看到倒数是纪律的时候 我真的是豁然开朗 我就觉得我人生不用再纠结了 对我不要再纠结 因为我和谐最后一名 对啊 以前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就是 我还想说拍到底 没有这是为什么 我以前总是好像 我是说和谐的部分 可能会觉得 我就是会没有想要跟人家好好相处 因为那就不是我会在意的事情嘛 那以前别人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就是你能不能 懂不懂得团队 什么什么类似这种 我有被别人讲过说 你真的太不在乎人了 然后我就想说 人 他就是人类啊 他就是一个人 对啊 就是你如果跟我也很有关系的话 我可能才会这样 但是如果你跟我没有关系的话 你就是只是一个人类啊 但是你的这个说法 也是可能我们这种关系建立 这个排序比较前面的时候 会有一种 蛤真的哦 被冒犯的感觉吗 希望所有人都幸福快乐 对对对 那这我生命当中不是核心圈的 你们是不是替他难过 对对对 会有一种心肠血 他们这样会很难过 他们不是人 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心情 但我们也需要去管理它嘛 一样就是我们所不论在前在后 都是需要去学习怎么管理 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讲到说 排名比较后面的这些 不代表就是可以当作它 好像不在我的生命中 完全排除它 而是我要去思考 那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 也在讲说 也不是就是好像 我明明他不在我的思考范围 但我硬要去 比方说我以前就是纠结嘛 就是我房间为什么永远这么乱 真的有过那种快走不进去 后来就会发现 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 所以我把小组 家里开放让小组来聚会 然后那我就会发现到说 对我还是 那个小组一开始就是 后面就把我打整个房子 那个后面就先打扫 没有没有没有 我怎么用这个其他的来捕捉 体律的部分是 因为呢第一个 不要让大家的麻烦 对然后我就已经要人家来了 我没有想到要让人家来帮我打扫 我没有把它设计为一个环境 OK 实际 但是但是 战略的部分要拿到前面去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没有 然后我还有伯乐嘛 我就想说要让这个空间 是让大家来了会觉得是好的啊 会觉得是 就是来到这里至少可以放松嘛 我的纪律还是 其实是做不到 我可以维持一个环境 永远是整齐 然后清洁我真的做不到 可是我那时候还有请阿姨来打扫 哇塞 就是我有设计好 就是在小组聚会前的那一天 OK 那就是聚会的时候 我也可以不用花太多力气 但是就可以 我觉得很棒啊 去克服一下我这个部分 我的纪律里面 我的公平很后面 我的 consistency在第三十 倒数第五个 所以这件事情很明确的反映在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我没有办法 每一餐都吃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老公就是刚交往的时候 他就是会属于那种 每一次我们在讨论要去哪里吃饭 或是要去吃什么的时候 两个人都会气氛不好 没有就你想 然后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 然后你想吃的 但有时候我想不出来 然后我可能也想要各 我也想要个别他 就是我想要知道你想要什么 结果他都说随便吗 对 结果他都说随便 或是他没想法 然后要我决定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已经决定了两次 这次换你决定了 你可不可以有一点责任感 来决定一下 我曾经有这种状况 这件事情这样 所以久了之后 我们就稍微知道彼此的那个妹妹嘎嘎在哪里 我跟他讨论到说 原来我没有办法 你常常会说我很难养的时候 其实不是 我不是那种要吃 很好吃高贵 我只是需要变化 我没有办法 我会腻 我会觉得很无聊 所以你就是讲一个 前面三餐没有出现的东西 还要到前面三餐 对可以吗 这条件是有点越南味道 可是我老公就是一个 可以每一天都吃一模一样东西的人 他公平在前面吗 他的公平不在前面 但他就是后天养成的 他是后天养成的 因为他的成长过程里面有一段时间 国中三年有一段时间 他每一天中午的便当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那个内容一模一样的是 比如都是黄豆 然后蒸地瓜 然后就是他爸爸很养神 我公公很养神 所以他就是三年都是吃一模一样东西 所以他同学很讨厌跟他一起吃便当 因为他们都就会交换甲 然后他的永远是那种啊 可是他可以 他就是被训练出来的 对 因为人的潜力是可以 人是可以被训练的嘛 那就像刚刚Ella说的就是 在你用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的进步幅度会是最大的 就举例来说 假设今天是一个coding的工作 要编码的工作 写工程式的 写那个公式的工作好了 我就可以想象可能 有纪律的人吗 或者是审慎的人吗 就是他就很快 就是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可是如果一个纪律 或是审慎的优势在很后面的人 要他拿这个东西 也不是不行啦 只是永远都在找bug 对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看 我们的34个优势的时候啊 当你看到你吊车尾的那几个的时候 第一就是不用太去 纠结在意 说我怎么没有这个 如果我有这个的话多好多好 这样反而是要换一个社会 是哇我有这个前五 哇我有这个前十 超棒的 就是超这个组合超厉害的 这样那后面的这些东西 这些优势怎么办呢 就是你知道它存在 然后你晓得它不是你的强项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就 从这个起点开始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起点 不至于到说要不管它们 因为它的功能比较不像是 我们求学过程里面这种国音术 或是音乐这种自然 我就想说我国音术也是用这种态度在面对 你知道我国中三年的那个理化啊 就没有一次是 就直接放飞 对啊因为我就是没有 我不会嘛 那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是优势 而不是科目 对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优势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种你的特质 或者你的天赋才干 其实它的东西它的弹性 或者它的变化 其实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它没有一定的被限定的范围 当然它有它主要的内容 可是国音术或是这种 英文这种学习 有标准答案 对它是有标准答案的 而且它是一定有 要到某一个程度的 就是它要检定的 它是有考核的 它需要及格的这种 那这种当然就是 可能是你人生成长里面 必须要拥有的某些知识 或是某些概念 那我觉得这类知识的话 能学或是能够把它摸熟 或者是可以把它好好运用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聚焦在前面的前十个 就是你比较常用 你比较擅长 而且你用起来比较有成就感 你也比较快乐的自上 那不用花太多力气去 一直要对应你那些 你不擅长 然后你又要觉得很挫折 然后觉得用不对 然后一直自我怀疑的这个过程里面 就会很辛苦 就像我的最后一面是和谐 然后因为我的人生有蛮长一段时间 是在教我服饰 所以我一直 那个时候一直遇到一个挫折就是 一直被要求说 没有把和谐 就那个时候不是没有做测验嘛 所以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叫和谐叫优势 只是说就是好像真的很不合群 不怕冲突 那这个东西可能在服饰上面 不是大家怎么讲主流期待 但是后来做了这个测试之后 做了这个测验之后 我就发现就是 这个测验接纳了我 那我也觉得 也用我前面的优势去博足说 其实某些状况是需要 大家都在一致的状态下 因为就没办法前进 你必须要在 你必须要在一致的状态下 有一个一致的结论 或者是大家在同样的气氛 比如说我们出去外拍 气氛不好 有人在吵架 怎么拍 那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扮演一个 让大家可以快乐轻松工作的角色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和谐 你不是用和谐来达到和谐 你可能是在用你的战略 然后跟你的回顾 你会记得 哇 大家就是气氛不好的时候 那拍起来有多痛苦 因为我以前有去做过 跟偶像剧 就是跟剧组 然后就是导演真的好凶哦 就是两句话就一个三字经 两句话就一个三字经 然后会打头的那一种 就是比较早期的那个年代 对 就是导演权威就非常非常非常高 那可是那种气氛就是 你好像你也只能忍 不管怎样你预算开下去了 你机器开下去了 你就只能跑 然后每个人就是灰头土脸 只能忍着 就一直忍一直忍 那有了这个经验之后 对 就是回顾就觉得说 那不是我想要的工作状态 所以虽然和谐在最后一名 可是却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用的 那如果我自己做不到的时候 我可以邀请别人来 帮我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你用你的别的优势 来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 就是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就是和谐在很后面 可是其实他并不是一个troublemaker 就是大家会觉得 你和谐在很后面 你一定很特地独情 你一定是个麻烦人物 你一定是标新利益 你一定是指 可能会贴很多这种标签在你身上 可是我觉得我所认识的思思 我觉得在团队一起运作的时候 我并不会觉得 你是一个特立独行 对 或者是不care别人那个 我很多次都会听到思思说 我觉得大家要快乐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 顺顺利利的完成 这样我觉得就 这是一个和谐的表现 大家可能不是用和谐的优势 去达成这个结果 对 所以如果 就是有看这一集的 我相信你会觉得短束的地方 但是透过运用 我觉得你前面 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你就是可以去发挥 可以去补足的 所以不要对着你的短束 感觉到失落啊 感叹啊 感叹啊 纠结说我就是不好啊 因为可能特别在 你在你的短 你开了全部之后 你会发现 就像我和谐 就是曾经我被别人骂过的 那个地方 然后就觉得说 怎么啊 就是对啊 我就这样啊 怎么办呢 就是有解套的 对 有解套 人生经历时间有限 与其纠结在那些 弱项的部分补不上 不如想说 我可以怎么把我的优势 把我的强项再发挥得更好 再有更多的组合 更多的交叉 好 那就这样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